可是事实上 事实上我们在正规 就是真实的一个操作的情形 会变成是这个样子操作 就是说 假如我今天我打到成功简报关键篇 我必须要透过一个快速键 就是还是停留在键盘上的操作 然后把它变成标题文字 所以它的一个做法是 Auto加Shift再加往右的方向键 不好记哦 可是事实上等你用习惯了 像这份文件你至少要用四五十次 四十七次你也会习惯 Auto加Shift加往右的方向键 可是现在它是标题二嘛 怎么变成标题一 那就按AutoShift跟往左的方向键 它就变成标题一了 接下来游标是不是要移到这个地方 如何快速拟好简报架构 打到构这个字完毕之后呢 怎么样把它变成标题二 AutoShift往右的方向键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现在这样一份文件内容呢 变成什么 变成你好简报的这个样式 可以吗 最好要学会这件事 这在我的讲义 这在我的讲义里面是有谈到这件事 这都是提升工作效率的做法 千万不要打完字 然后抓滑鼠 抓完滑鼠之后再去打字 这样子操作不好 最好都是停留在键盘上 所以可能这边要背一下 因为一份文件大概要用四十多次 这快速键的使用应该是蛮值得你学会的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练习 使用快速键 把内文段落变成标题文字